为了推广复理箱在地梅子产业 复理箱农会第一次办理梅子创作料理竞赛 邀请家政班们的爸爸妈妈大展身手发挥创意 并且在这一天上台发表家政班所创作的梅料理 相当美味可口 每道料理都可以看到梅子的身影 因为梅子是这场的主角 复理箱农会为了要推广在地梅子产业 办理的第一届梅子创作料理竞赛 并且是邀请在地的家政班共襄胜举 每个社区的家政班都拿出了鸭香包 每道料理都相当的美味可口 为了推广复理箱在地梅子产业 复理箱农会第一次办理梅子创作料理竞赛 许多家政班的班员踊跃热情的参加 拿手料理都一一搬上来 创意十足 展现部箱农会近几年所推广的成果 他把他们自己的梅子呢 入菜了之后发挥的淋漓尽致 不管是用老梅 猪梅 软梅 还有咸梅 还是用梅酒 还是用梅醋 梅亮 他们都运用在我们的整个料理里面 现场热闹非凡 总干事说家政班班员逐渐高龄化 所以希望透过这样的比赛 让家政班的爸爸妈妈们透过私房料理交流互动 提供一个表现的舞台 也让舌尖上食物的记忆可以代代相传 记者高双双闭相采访报道